《一屋四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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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們一屋四寶的Anthony 我是Yen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住宿的問題 這是很必需要解決的 分享一下我們的經歷 其實我們決定來日本的時候 就很幸運 簽證一扮你好 我們香港的層樓就有人接手了 剛剛服水所 是的 我們就可以獲得了一筆錢 來到日本做生意 生活 以及找地方去住 我們的情況就是 一家四寶 帶兩隻小狗 首先來講 我們前後飛過來兩次 這邊的樓 第一次就只是Anthony 我自己過來 看了四次五日樓 但還是決定不了 拿不到主意 因為他不在我身邊 是 其實我也有一點要求 還有 我們又想找回 我們小朋友的學校附近一大樓 我們小朋友的學校 就是在南坡區 南坡附近 就是在香港很熟悉的心齋橋 南坡附近 那邊 這邊其實真的是一個很旺 很熱鬧的地方 所以其實真的 都可以叫做很飽和 沒有什麼新的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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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住在這裡 那麼方便那麼熱鬧 對不對 所以當時找到樓盤的時候 他找了幾天都找不到 我說 你不要只是看買 不如試一下看租 我們先來租住 可以再慢慢找 再搬 所以我也有看了幾間的租盤 看了幾間租盤 不過其實原來 外國人在日本這裡租 都有一點點的情況 我們找保證人 但保證人這件事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容易找的 首先別人跟你有什麼關係 要幫你做保證人的話 就是擔保人的話 那為什麼別人要幫你做呢 所以現在就衍生了一件 就叫做保證公司 保證公司 保證公司都會收不錢的 但是我上次去找 就找保證公司了 幫我做這個家的擔保 可以嗎 保證可以嗎 他說可以 幫你找個日本人 先來擔保你 我們保證公司 就會再擔保你了 好嗎 保證公司要找保證人 那不如直接找個保證人 就行 其實看了幾個租盤 除了我們是外國人的身份之外 因為我們還有養小狗 有兩隻小狗 就算你去香港租屋也是一樣的 人家都未必 他喜歡狗一件事 他喜歡儲買一件事 但不代表會想會被你養狗 生理再加上是外國人 所以很難找個合心水 所以選擇就變成縮責了 我覺得很少選擇 加上我們是外國人 又要養狗 又想避免學校 其實就真的少了選擇 所以我們也有第二次飛過來 因為他說 其實我沒有飛過來 很多事情都決定不了 我們那時候就在2019年 11月的時候 我們就兩夫婦一起飛了幾天 那時候飛過來之前 就找了很多日本這邊的地產代理 寄了一些樓款給我們 我們搜尋一下 那個地產的環境是怎樣 正確的才去看 那幾天真的完全全去看樓 走到腳都閉了 是 但是一直看到 沒有合心水 是呀 沒有合心水 其實都不可以說完全沒有 有一個就是 之前我們有放到 我們的Youtube頻道裡面的 就是一個天下茶屋的樓盤 那裡他可以幫我們做民宿的牌照 我覺得挺好 如果住一陣子不適合 我就把這間屋做民宿 挺好 但是有些朋友提醒我 那其實天下茶屋那裡 是一個由機場出去市區的一個大站 一個中轉站 所以其實附近是很多民宿的 那你又要想一下 你有兩個小朋友 如果這麼多民宿 那就是很多遊客在那裡出出入入 就是你隔壁那個 其實可能每晚都不住客戶 那就會變得比較窄一點 是啊 那是不是真的適合住呢 那另外還有一個 也是有放到Youtube頻道的 那個樓其實也很新的 看到了天台 我其實真的很喜歡 那裡 那個呢 距離我小朋友的學校 步行就20分鐘左右 那當時呢 其實我覺得20分鐘呢 好像很遠 對 算遠 因為呢 我們在香港呢 習慣了 即是說真的 5分鐘之內 到地鐵站的 那你就叫做地鐵站附近 10至15分鐘那些 你都不可以說自己是附近的 但是其實原來日本 你不可以再用這個概念去想 基本上15分鐘 20分鐘 都叫做距離 都叫做距離 不過好處呢 就是這裡呢 很流行就踩單車 這個真是一個單車城市 來的 我們常常都是踩單車 去到車站口 放下單車 跟著再轉鐵路 那些 如果真的要去遠的地方 那你不要覺得那麼出奇 為什麼我們踩單車 踩了那麼久 好像呢 都沒有變化了 這樣呢 因為我們的單車有電 所以不用為什麼用力 所以都減不了肥 不過當時我們就 沒有想到那麼多 因為始終還沒有投入這邊的生活 就是想 可不可以再近一點 因為我知道 日本可能是二、三年級的小朋友 就可以自己上學了 這樣 所以就放下了那個單位 那 我們都 挺徬徨 那時候 因為其實真的看了三天 對 看了三天 因為我們五天就離開了 沒有機票 對 只有五天 然後就說 那怎麼辦呢 那時候 我們的地產 那個人就打電話給我們 說 我們剛剛找到一個很難得 在那一區有得放盤的 就是都是浪速區 都是近你小朋友學校 在Google 去你們家的話 很近的 十分鐘左右 這樣 在這一區 有放盤的話 我們都覺得 眼前一亮 這樣就適合我們 因為其實還有一件事 我們是比較 偏向挑選一戶建的 因為日本的住宿 就是 就是 通常是兩種 一種就是住宅屋 住樓 另外一種就是一戶建 就是好像你們村屋 那樣 或者你叫做房屋 那樣 那 其實就沒有哪樣好 哪樣不好 不過 在香港的話 其實就真的住慣了樓 那來到日本的時候 看到卡通片 小燕子 啊 丁當 其實真的想試一下住一戶建 好像感覺上大一點 那些 特別是什麼呢 其實他們會覺得樓是會升值的 升值前夕是高一點的 住一戶建 你這家屋一定會貶值的 是會折舊的 但是 升值就是你的地平 因為地是不來的 所以 如果你的地是升了 即使你的樓夠了是貶值的話 其實也可以拉回人的上去 但是 我們其實都沒有計算太多 因為最主要是 地點適合我們 環境適合我們 而且我們是用來自住的 那可能都是 十年八年之後 才再想的事情 那 那地產也有跟我們說 那這間一門建築 其實已經不新的了 20年 那你有空的話 你過去看看 我約了樓主 明天才可以過來看 因為這邊 看樓是這樣的 即是 香港的地產 就原來是雙方的了 日本就是單方面的代表 即是我們買家和買家 是分別有兩個地產的經紀 所以我們要約見對家的地產 一起上來看這間樓 那晚我們晚上已經過來看了 那 看這個房子的外觀 其實就不是很舊的 但是就沒有那種很日本的感覺 真的 有一點點處於那些村屋的感覺 但是 有一個好處就是 下舖上居 一樓 他本身就是預備來做店 雖然他沒有聯合過 但是都適合我們 那二樓就是客廳 三樓就是房間 所以我們都很期待 然後睡醒之後 就約了雙方的地產 一起過來參觀這間房子 那進去看的時候 那其實雖然這間樓20年 那個業主都住了20年了 但是 很新鮮 覺得很新鮮 而且很有家的感覺 那個家庭是兩夫婦 再加三個小朋友住的 所以呢 可能跟我們家的 很相似的情況 小朋友大人都很舒服的 就想著 很多東西他又不是太舊 都不用裝修 還可以搬過來 可能真的是小撿 那我們就馬上可以入住 還快點入住 但是 當手續完成了 搬入住的時間 發現 一看 咦 跟我們幻想的人一樣 因為原來人氣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來的時候 當然 他用了十幾二十年的燈 冷氣那些一定是夠的 他都拆走了 搬走了 誰知道原來搬走了 那件舊的東西的時候 本來那張牆子 是米黃色的牆子 你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他拆了一部冷氣的時候 發現原來那張牆子 本來是白色的 所以就整個空在那裡了 十幾二十年前的款式 是這麼大塊 現在我們再新買 是這麼小塊 所以 是 不搞不定 不再收搞不定 最終就是大撿 都叫做大撿 因為我們廁所 廚櫃 那些全部都換過了 還要換了整個屋的牆子 都有擔心的 因為 時間 我們來到的時候 其實知道沒有那麼快去收樓 就租了民宿 住先 其實這個情況都是香港一樣 像你在香港買了樓 就是一個月左右成交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都是大家雙方便去去 我們那時候 那個業主 因為他新屋那邊 都在裝修 他都在裝修 才可以搬走 大家都說好了一個日子 我們都預料了 住民宿 住一段時間 但是突然之間 說要裝修 我們首先 民宿那邊 突然之間 又要訂多一個月的時間 差不多 然後 之後 還要多了很多 要去看那些傢俬 電器 或者維修工程 那些東西 不過 在看的途中 反而就學了很多東西 價錢那些 我比價 我現在在大阪 你要找我 裝修 買電器 很厲害的 是啊 他很聰明 因為他很有心思 去行電器店 家具店 那些 就好像我們廚房 一個組合廚櫃 一個爐頭 一個小的焗爐 洗碗機 還有一個電動的乾碗櫃 那是多少錢呢 嘩 厲害了 多少錢呢 是15萬日圓 即是多少錢 一萬元鬆一點 一萬元鬆一點 是說廚房那麼大 當然 還有其他維修費 那些叫做 安裝費 那這些就算無論你買新的也好 掘舊的也好 都是要付錢的 那他看的就是展示品 那 其實爐頭 我又不介意 因為你放在壺頭上 沒有人用過 但是他再要無價 那賣出去就難的了 所以剛好我們是對的 我們就買了這個回去 還有好像裝修 那日本呢 就不流行油油的 貼長子 他們 那我們都擔心的 價錢 因為 時間已經濕了二次 那價錢是怎樣 那發現原來我們 換了兩層的長子 一樓本身是貝口 那我們就沒有換到長子 那二樓就是客廳 三樓就是睡房 那我們都換了長子 那適合自己的心水 就住得舒服一點 那總共大約多少錢 如果換了長子 都換了長子 大概是二十多三十萬元 就是兩萬元三萬元 港幣就全部換了 這個價錢 我想相對來說 是比香港更便宜一點 就是連工包料 那還有其他那些 可能什麼 垃圾費 清潔費 這些都是有的 可能香港也是一定都有的 不過當然這個價錢 不是就這樣 是要我努力找回來的 他真的隔了很多 格格專員 格格專員 所以其實 雖然經過了這個過程 是少少失業算 但是真的學多了很多東西 又認識多了朋友 那現在裝修那個 都跟我們 因為其實本身在香港 他經常都會出旅程 都不在家 所以真的 難聽說一句 連 拿電轉都不懂 換燈膽 也是有點窄 所以我們認識了那個 裝修那個之後 其實很小事都找他們幫忙 轉得薄 然後找他們幫忙 剛剛好像有個朋友 和Anthony 在日本這裡 買了一個單位 打算投資 我們也是找回之前的裝修 因為大家熟了 大家的價錢心裡有數 因為他真的隔了 已經 有很多東西又熟了 又以華為 這麼多生意介紹給他 對不對 對 便宜一點 而且現在來到日本 我們生活了在這裡 一段短的時間 發現其實原來有些東西 跟我們剛剛飛過來接觸的 都不一樣 好像租樓 其實好像他的朋友 都想在日本這裡 買家庭去投資 因為在香港的樓價太高 他可能想遲些 可能小朋友讀書也好 或者自己退休也好 或者看看放下 有沒有升級潛力也好 這樣 很多人都會買樓的 都不用真的自己親身飛過來 是的 我會支持我朋友 但我幫忙在日本買 買個單位 那麼 所有基本上的手足 原來我都可以幫他做得到 那麼 挺有趣的 好像買的 因為我現在沒有付錢 我便抬了一圈 去付錢 然後這個地產 叫我拍片 看著他怎樣 掃銀字機 拍 有證有據 然後 放了藥 然後就拍下來 做證明 一直給他看 然後所有手足完了 就DHL寄回給他 現在他就等收租了 是的,還有現在疫情的關係,他也不可以親身飛過來選樓 當時我們都很喜歡看樓的 就過去幫他拍片,周圍附近的環境 加上我們現在這裡,雖然住了不算長的時間 但是對於那個地點都有一定的認知 例如閘閘,附近的環境是怎樣 我們可能過去了解一下,拍完影片給他 其實現在真的要好好運用科技 大時代的趨勢 今集說住屋的問題,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查詢的話,可以在一屋四部留言 記得追蹤我們,拜拜